四十三個月 以前早前 六月就沒見過 去都沒得到 就是散熱禮酒 要分到這個地方調查 有個地方的方式 記者的時間 點亮 再調查 還要練練多幾個月 跟別人都不破 被關心 我這個國家的藝術是基基 基基六十十年有一個女士 她說我們現在的兩千三千代價 兩千三千代價就是我們學的 藝術家的藝術家的藝術家的藝術家 就帶你去藝術家 不然錢就去藝術家 比我們藝術家說那些藝術兩千三千代價 我又拿去藝術家 他把藝術家說那些藝術家的藝術家 說我們店有信仰的意思 她說你就是家賺三、二千 才去藝術家 我這回就是去找藝術家 在外面的藝術家作為藝術家 藝術家已經是藝術家 藝術家已經已經分腕 一天後 你還要分腕五千代 還算是那些藝術家的藝術家 就要這樣散開順利去 這一點也會幫我 所以這個未開心的案子呢 就是草率的槍決 草率的槍決 而跟我們來加入我們協會的最新一個案子 我跟大家報告 是53年的案子 叫做張茂仁在嘉義的 就是進了軍營 然後突然間 突然間叫小兵送來一包東西說 你兒子死了啦 半個月前已經死了 這一包給你了 有人類似這樣子的案件去驗的時候 一驗是狗骨頭 他連父母不調查 不告訴你什麼事情死 什麼時候死 給你一包東西 連處理自己孩子的屍體 我要土葬 我要裹葬的權力都已有 真的是非常荒謬 欸 姚爸 姚爸 不要在那邊喊 這樣就稍微告一遍了 OK 好 真的 但這樣結束了之後再訪問 好不好 好 我們接著 我們接著是 我們今天一早從彰化道的姚太元的媽媽 姚太元也是一年半以前的落海案 我是姚太元的媽媽 我二次他一年前在高雄所已落海 我二次 結果明明可以成兄 為什麼你不肯 他怎麼自己都可以給我兒子 我兒子死得不明不白 我二次要進入這個圖子 我今天是用不去的圖子 結果太可惡了 他們心事 民事都不擁護 所以我兒子是以為 當我要跟國平的事後 他們拿不出一點內容證據 說 可能有第三者所為 說 剛才只說是意外喔 幹嘛跟國平的事後 結果拿不出一點證據 他說 可能是第三者所為 我能接受嗎 所為好啊 出手交出來啊 對不對 我有時候讓我只要真相而已 我真的要替我跟我的先生 到死都還不知道 我一直戴著什麼死的 現在是 嚕嚕嚕嚕臉 你知不知道 大家前期只不要幫忙我們的忙 幫忙我們就是中外家族的忙 我們知道大家真的很可憐 希望你們幫忙 我們先報導 就像報導紅中秋一樣 我恨求你們 多多報導我們 給聽話壓力 真的 在這裡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大家 欸 姚媽媽加油啊 姚媽媽加油 不要難過 我們既然成立這個協會 我們就會 氣而不捨的 為了提升軍中的人權 為了要真相 要交代 我們一定不會罵羞 接著 我們要介紹的事 也是一年半以前 在成功嶺 這是一個很出離的案子 我們讓陳媽媽自己來講 孩子發生什麼事情 各位媒體 各位媒體 撒笑 我是陳靜民的媽媽 陳公寧 替代益蘭 陳靜民的媽媽 去年 一百年 一百年一年 四二十四日 軍中 他們的中隊長 打了一通電話中 陳爸爸陳靜民自殺 我刀子 腦筋裡面空白 他怎麼會自殺呢 他怎麼會自殺呢 我一個外戴的孩子 怎麼會自殺呢 他連那個 他連那個 刀子都不敢拿 螞蟻都踩不敢踩 大家看這麼憨厚的小孩 很樂觀的小孩 怎麼會自殺呢 繼續 加油加油 我們聽你 老天有眼 我希望我兒子能夠察知真相 因為他說他自殺 絕對不可能 因為當天早上 就有人告訴我們說 當天早上 他們的 他們的同僚 要不要他去那個 那個 彰化基礎教育院 去再做鑑檢 我兒子已經 鑑檢已經 好幾張的那個證明師了 連我兒子吃事那一天 那一張證明師 有一張證明師 也是帶在他的口上 在他那個口袋上 褲子的口袋上 我先生拿起來 那一張已經扯到成八折了 都已經快爛掉了 他們還不相信我兒子 我兒子死得不遠不白 因為他死在成功嶺的床上 不是像他們說講的說 送到醫院 因為金鐘打電話給我的時候說 我兒子送醫急救 到後來那個檢察官在提醒的時候 我在看監察庭的時候 我才知道我兒子是死在床上的 因為在那邊已經斷氣了 結果現在 那個證明師 陳東聯 證明師 他說他自殺 我們絕對不小心 我要我兒子 去幫忙 我要停換我兒子 陳靜典 因為他連 那個 手都已經靠上 都已經去報道了 4月11號已經去報道了 那天我剛好有輸 陪他出去 我才知道他4月11號已經去成功 其實那個 台北客戴已經報道了 我兒子不會死的 我兒子是被殺的 十三招 你看十三招怎麼殺 我要請 證明師 告訴我 他說替代義不是金人 替代義不是金人 替代義那個義不是金人嗎 那個義是什麼 車間明師的不明不白 我們一個好好的家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沒了 陳靜典加油 加油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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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靜典是一個很乖的孩子 不是說很壞的孩子 所以他在當兵的時候 回來都有講說有人欺負他 我就跟他講說沒關係啦 當兵喔你就要準備一下 站著 都快要站著 只剩下三個都要退伍了 為什麼會在他退伍之前 出事情 結果那個黃仲秋是 再過三天要退伍 變成死人 我陳靜典是再過三個月 可是我們知道害死他的核家者 再過三天 要退伍的人 被那種人幾乎到死 因為我們是沒有看到那個 因為那個陳靜典都沒有給我們報告 沒有給我們的那個 檢察官只是一直問我們兩夫妻 有請是那個法醫報告 頭一次他是講 是寫屬意不明 第二次脫了三個月 我先生去哪 我先生去哪 我們去彰化地檢室 地檢室給我們的法醫報告 是說自殺 都寫了幾個字 他寫媽媽帶他去天空拜拜 還有爸媽保重 簡姓爸媽保重 這幾個字 就判那個法醫孝開扁 就判我兒子說自殺 這合理嗎 因為孝開扁是毅用法醫 好幾個案子 都是他 像那個最近那個桃園 那個十六歲女孩子 說從頭上掉下來 也說他自殺 現在還在進行當中 好謝謝 加油加油